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阶段中国两国海军都将组织编队的跨周围连续航行 我方的编队还要根据演练的总体科目设置 组织不间断的操演操练 要确保我们舰艇和所有参进的官兵 能够时刻保持着待转戒备状态 确保能够以最好的进行状态 逃避到演练的状态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走过了十年 十年来双方不断深化演练内容 扩展演练区域 规范组织模式 高度互信 密切协同 务实合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稳步提升 我们将继续秉持历次演练合作精神 吸取借鉴 以往演练成果 进一步深化合作 不断推动两国海军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能力 再上新台阶